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我想拍一條BRAND FOCUS的影片 跟大家介紹來自日本再春館製藥所 DOMAHON RINKLE的一系列產品 其實幾年前我都有聽過這個品牌 很多台灣Youtuber都有拍片介紹過 但我不知道香港有得買的 我以為要去到台灣、日本才買到 最近我分開兩個階段去試用這個系列的產品 因為剛剛收到的時候正式是換季 我覺得它的保濕度、滋潤度和收穫力都非常不錯 但有個隱憂,香港夏天這麼熱,它能否受到 所以我就等 到現在,三十多度又潮濕又焗又熱的時間 我再去用一段日子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更整體、更全面的用後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這個系列在我剛機、輕熟機身上有什麼用後感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雖然在香港,我們未必經常接觸到這個品牌 但原來在日本再春館製藥所已經有四十多年的歷史 是1974年成立的一間日本製藥公司 它也很擅長把製藥經驗放在DOMAHON RINKLE的護膚品上面 例如,很多年前膠原蛋白還用在藥學療法的時候 它已經很創新 將膠原蛋白放在DOMAHON RINKLE的乳箱裡 成為了日本第一間公司這樣做 他們很追求、很講究 這麼多年來都是專注在年齡機的研究 所以品牌只是最重要的一個抗老系列 每隔幾年就會不斷地更新、不斷地改善 除了單獨一個產品想想如何提升它的功效之外 也是研究不同產品如何一起用的時候 做到一個相負相成的作用 整個護膚就可以發揮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正因為經過了很多年 用了很多心血得出來的研究結果 所以品牌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要整套,兼且按照正確的順序 去用這個系列的產品 這樣就可以大大回復隨著年齡增長而衰退的自我修復力 他們主要分開三部分 雙重洗眼、基本四點和日間修復 雙重洗眼就是指卸妝和清潔 有他們的Oil in Gel Remover和Silky Cream Form 這個Oil in Gel Remover是啫喱質地的 然後一推開就會轉化為油狀 卸妝功效非常之好 就算是一些很難下的Mascara、眼線、唇膏 都可以下得很快 除了卸妝快乾淨之外 我喜歡它不會癟眼 而且卸妝的時候有淡淡的香味 不濃郁的,不會弓鼻,不會不舒服 是一個令人很放鬆的卸妝過程 它裡面含有高保濕成分發酵油和天然植物香薰精華油 這樣就和人體皮脂成分接近了 所以為什麼可以做到徹底溶化化妝品之餘呢? 是很溫和、很放鬆的味道 是很舒服的 然後就是洗臉的部分 Silky Cream Form 它混合了不同大小的潔淨粒子 由淺到深的污垢都可以清潔到 而裡面的補水成分、透明質酸和雪耳精華 就可以幫助我們做二次清潔 深度清潔的時候都不會乾、不會繃緊 很記得第一次用擠出來的時候 我還心想,又說研究了很多年 因為又是比較挺身、普通的洗臉膏 但是一推開,它真的做到Silky 很柔滑、很絲滑的感覺 它是有很多泡泡,洗臉很舒服 洗完臉不會乾、不會繃緊 就算以前轉季或者現在經常出入冷氣地方 它都不會有那種扯乾皮膚的感覺 然後不乾之餘,它同時可以維持到一個不錯的清潔度 不怕一路洗有沉默、不乾淨 總是覺得差一點的感覺,它沒有的 完成了雙重洗眼,就到基本四點 第一步就是它 擁有超強保水保濕力的Intensive Hydrator 它不是完全水狀的 有少少像精華水的感覺 然後很好推,不會黏黏的 很快被皮膚吸收 以及如它所說,它的保濕度是非常非常之好 它裡面有很多種珍貴的成分 但是最重要就是你感受到保濕的效果 立即你會感覺到皮膚飲飽水 很飽滿,沒有那種乾燥燥的感覺 所以你看到我是用了一半的 不是剛剛開,用了幾天就跟大家介紹 我是很長時間不同的情況 用它我都覺得很喜歡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 因為整套系列順著去用 它們做到雙負雙成的效果 所以這個Intensive Hydrator 它做到軟化角質 令之後的精華和面霜 都可以充分發揮到效果 之後就到這支 Fyto White Essence 它用了一個高效滲透的辣米技術 你看到質地一推開 很輕盈的 不會很厚重 就可以提升肌膚傳送營養的能力 所以它是為之後的面霜做一個很好的基礎 不會塗完這個精華已經很黏 塗不到面霜的感覺 不會的 它可以促進代謝 令肌膚看起來更透亮 改善暗沉和辣黃 我用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我經常行山 戶外活動 在長洲都很狂 所以我用後 真的沒有越來越白 但是我發現 我比起自己的手 沒有塗的地方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黑 而且 就算我不夠睡覺也好 它不會令我個人很膽 它依然還有一種光澤感 起碼不會很黃 都沒有發生過 我覺得它在這方面做得不錯 但是如果你說美白效果 我就可能要等到秋天 沒有那麼曬的時候 我終於可以多在室內的時候 再跟大家去review 基本四點的最後兩點 就是creme 20 和mulky fill lotion 我會想一起說 creme 20 是一個比較濃的乳霜 主要做淡斑和淡化細紋的功效 所以你會看到它是比較滋潤的 但是摸下去 它一點都不會黏的 是很油膩 很滑的那種 它是這個牌子 這個系列的王牌產品 裡面有頂級膠原蛋白 用頂級傳輸技術 促進膠原蛋白增生 我自己是很喜歡它 除了擦面之外 還可以擦眼睛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個很乾 輕熟的年紀 所以對於一些比較油膩的乳霜 都有一定程度的喜愛 晚上用 特別是現在整天開冷氣 扯乾皮膚 很怕早上起床 慢慢緊的時候 用它的鎖水能力 那個修復力是非常之好 但是的確 我覺得它太油膩 日常是用不到的 香港很熱 就算我長期在冷氣地方都好 出入肿是中間會熱 曬、焗 我主要是晚上才用 但是如果你已經是熟齡肌 平時都會覺得很乾 很不舒服 想要一些滋潤一點的面霜 你就可以試一下它 而另外呢 就到這一瓶 Milky Filled Lotion 它是基本四點的最後一點 你會看到不厚重的 很薄的Lotion 就做到一個最後的保護屏障 令到之前的所有保養成份 都確保可以完全吸收 它除了可以修護滋潤肌膚 亦都可以調整皮脂的平衡 它的滋潤度比較輕盈 是一種保護膜的感覺 沒有剛才Cream 20這個那麼油膩 來到最後的日間修護 就有它UV Dress Cream 它是一個SPF50加PA4加的油色防曬 對我來說 其實顏色就有少少偏白 但是如果你皮膚比較白的朋友 用它可以散卻粉底的 因為它做到一個很好的均勻膚色 然後它也有一定的遮瑕度 你看到光澤是很漂亮的 亦都不會黏黏的 它推開的時候會好像Skin Care 做到一個防曬同時護膚的功效 大家看到雖然顏色不太適合我 但是不會一塊一塊的 它是很均勻的 之後亦都不會很厚重的 是很適合皮膚比較白 不想塗完防曬 又塗粉底 又塗很多一層一層很厚的話 可以用它 但是我覺得它不適合玩水 戶外地方 因為它始終有一個滋潤度 所以很適合大家回辦公室 經常留在室內 有冷氣的地方 又想要一個防曬的時候 就可以用它 而且冬天的時候 它是完全不會覺得乾的 逐個產品說完感受之後 因為這個品牌很著重整套 順著次序去用 那就不如再跟大家說 究竟這段時間我整套用下來的感受 第一樣就是很方便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很多護膚品 有時候又用一下這個 又用一下那樣 究竟我用哪一個先哪一個後 這次不用想了 它後面是有順序的號碼 每一個產品後面都有數字 我們只要順著去用 那就一定適合 還有我留下它們一開始的包裝 因為後面有一個很貼心的位 它有建議容量 就算是霜霜 防曬都好 你都可以參考 這套護膚品我覺得是很適合一些平時比較懶 沒有什麼時間 或者你不太擅長配搭不同的護膚品 它已經由頭到尾幫你設計好 逐個步驟跟著它的順序去做 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抗老效果 我知道的 有時候可能這個品牌的產品好像很好 那個品牌的產品又好像不錯 誰知道兩個用起來火星撞地球 起擦字膠碎是少 敏感 不同的狀況 甚至乎是 用完都沒有功效 所以這套產品是雙負雙成的作用 加上一起發揮最好的效果 其實真的挺方便的 我自己用了一段時間 是覺得它的保濕度 滋潤度和收穫力都會看到 所以如果你以前不是很注重護膚 但是到了一個年紀突然間醒覺 哇 不可以再這樣了 但是究竟從何入手呢 或者你是一個媽媽級的 平日臭小朋友已經用了很多時間 很多精力 沒有時間去想想哪個產品 哪個品牌去配搭的話 這一套真是走天來的 你們可以全套試 跟它整套建議用法 當然啦 今天是有觀眾優惠的 只要在這條影片發佈的一個月內 在官網購買產品的時候 避注輸入一個優惠碼 就可以有一份特別的禮物 至於詳情 大家都可以看infobox 所有的連結我都會放在那裡 好啦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了 來自日本DOMAHOM RINKLE一系列的抗老產品 如果大家剛剛都是在找這類型的產品 希望可以給你們一個參考 在我剛機、輕熟機、三學機身上 它的呈現效果是怎樣 然後我的用後感是怎樣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下載兩條新影片 逢四日錄的收音 逢四日日的就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